这是中国唯一一位连回自己家都要买门票的人 他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作为清朝的最后一任皇帝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非常传奇 年仅三岁就登基 直到退位时 他也成为了一名普通公民 后又因慈禧的罪名而被捕入狱 当溥仪被刑满释放后 第一次踏上了回家的道路 此时来到紫禁城的溥仪 不禁地感叹到自己身为曾经的皇帝 如今回到自己的家里 居然还要买门票 当他走到光绪皇帝的住所时 才发现房间里面挂的画像 并不是光绪皇帝本人 而是自己的父亲宰封 于是溥仪立刻找来了工作人员说明情况 但工作人员却说 这是专家给的照片 是不会出现错误的 于是溥仪又让人把专家给找了过来 专家一听溥仪说自己把照片挂错了 十分不屑地对溥仪说道 我研究清史这么多年 是全国公认的清史专家 难道连光绪帝都分不清楚吗 溥仪生气的大吼道 我是溥仪 这墙上挂的画像就是我爹 难道连我爹都不认得了吗 专家一听 这才瞬间羞得满脸通红 于是赶紧叫工作人员 把墙上的照片给换了 溥仪这才渐渐地走出了紫禁城